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繼續來跟我們的社會聊聊 原住民所有的事物 都是在一九九六年 開始打開了這個的門的 結果有沒有受受吧 我沒有受受 其實所以當時 你把我們的政治上 送到紐西蘭以後 他學了他的族群關係 回來以後 你們兩夫妻才真正的 來把原住民所有的事物 讓大家來認識 因為就是當時 我也是裡面的委員 我很清楚 以前真的 也是都是被罵完了的 但在那個時候我們想 其實你們兩夫妻 都非常的努力 在幫原住民三個次 讓大家去認識 可是有很多幕後的 我是不曉得的 需要你來分享一下 我記得當時你是 我們高先生 最好的幕後的推手 推手不敢 我們覺得說一九九六年那一年 真的開展了 我們從一九八零年所有 從社會運動參與的那個時段 幾乎我們在把十年前奮鬥的 一個分水嶺 真正進入到體制內 體制內去改變它 去豐富它 是那個很關鍵的年代 包括我剛剛講的 凱達戈蘭大道 它不是一條普通的路 它是打開台灣人對台灣這個歷史 更早的歷史主人 一個很確定的歷史位置跟肯定 對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我剛剛也講 以前台北北美館 就是台北美術館 台北美術館 從來不認為說 台灣的原住民的藝術是藝術 對 原住民的藝術是不登大雅的 那個是一個 沒有辦法登大雅之堂 那高先生在任內 他打破了這個 所謂的這個 漢中心文化裡面的思維 讓他登上北美館的第一頁 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就是原住民的主題公園 為什麼偏偏設計在故宮旁邊 很可惜現在沒有好好用它 就是說 因為我們所有的外國人 要認識台灣文化 不是只認識那個 移植過來的漢中原文化 也應該認識台灣的 主體文化的元素 對 所以設計在那裡 然後你要用具象的去做 認識那 隔壁市孫義博物館 對 那個三角命題的規劃 是這樣的概念來的 那最後呢 也是逼迫這個行政部門 用行政干預的力量 把所有以前分送給外籍 外賓的這些賓客的禮物 要求用原住民的元素 做圖騰的題材 來贈餘給外賓 因為你要比山水俊馬 也比不上對岸 那什麼是屬於台灣 自己的文化呢 那我們在台北市 那個時候就每天每天 用一個很嚴重的心情 把那個提示那個任務的 一些節奏 照一個規劃一個規劃 那時候我們的願景 是這樣想的 覺得說台灣的首都打開了 成功了 後面 台灣人有一句話說 頭哪過 心都過 我們是很清楚說 台灣的這個首都必須 具備一個高格調的一個 具國際眼光的一個 原住民舞台的條件 所以很沾沾沾沾沾沾 那個時候就每一個 時段的節奏跟操作 是結合到怎麼樣融入逐流 這個發展的平台 所以台北市打開了 台灣人民所有 跟原住民文化相遇的 再出發 然後我覺得說 那個原浪潮 就是原住民的浪潮 就是那個時候被打開的 包括消費大眾也開始 對原住民的這個品 這個品項 這些文物 有興趣 打開了那個消費信心 那成功地形塑了 張惠妹 張正月 這些等等 我想那個節奏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不要吝嗇 有時候去看待一個 發展的歷史的切入點 其實那個一九九六年 阿扁市長打開了一個原住民 能夠登上台灣主流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歷史遺業 這個是事實的 這是這樣來的 所以開始從那個 啟事的 末事的 低等的 就是說要關心台灣的本土 一定要從台灣的本土中的 本土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 嚴肅的一個反省 他說誰掌握權力 誰是多數的 你就必須有責任 也有義務去照顧弱勢 那新夥伴關係 很簡單地講 不要用那個高 政治人物的格調 對 新夥伴關係說 我過去不懂得跟你做朋友 對 那就是一家人的認同 就是你有飯吃 我也有飯吃 你有衣服穿 我也有衣服穿 那你哭的時候 我與你同哭 你樂的時候我與你同樂 這個是新夥伴 一個很真誠的一個內涵 但是很可惜 沒有被形說在台灣的社會 要重新對台灣 最早這一個弟兄姊妹 有一個新的覺悟 跟態度上的認同 因為你所有的幫助 如果沒有認識 對 那個是施捨 那個是同情 所以我們很清楚 能夠開始尋溯一個 原住民的自尊 那個時段的開創 是所有原住民運動的 一個分水嶺的花朵的展現 當然不是說 我們已經都做好了 未來要走的路還很長 感覺上這個主流社會 已經開始有一些 比較積極的態度 對待原住民 但是還不夠 因為根本上還是在法律制度 這個是我們未來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想原民台的誕生 也是歸功在這樣的一個 發展的基礎 今天我們能夠在主流 開始有部落景觀 部落觀點 部落介紹 部落文物 部落所有可歌 可敬的人物 我們也開始有一些 頻道有不同的系統 開始有被正確了解 而不是老師 罵那個喝酒 每天八分 我們會喝酒 對啊 但是我們也有一些 喝了酒 還是很積極的 很任分的 在做他每天生活的 這個參與貢獻 所以我覺得人的社會有 黑暗也有這個 光明面 他不是單一的 老是去偏頗的 認識原住民 我想這個是 台北市的經驗 不過其實 學位 妳剛剛講了一個 很重要的 確實在1996年以前 大家對原住民 真的是陌生的 實際上從那個時候 開啟了 大家整個大社會 對原住民 重新的一個認識 那當然就像 剛剛妳講的 實際上這幾年走下來 我是覺得說 他是會真的 對我們的認識 很可惜是 我們自己的同胞 自己的自信心不夠 反倒是 這個社會上 經過你們大家 這麼的努力 在推動 對不對 真的我們上來了 我想未來的路 可能真的要走很長 你們兩夫妻 後不後悔 從來沒有後悔 我知道做民族的事物 是非常苦的 是很寂寞 很孤獨 不只寂寞孤獨 而且常常還要遭受 一些人莫名的指責